这个气棒可以用来吹气球 取一个胶卷盒 用剪刀在底部钻一个孔 用作吸气发孔 再拿一个胶卷盒 在盖子上钻一个孔 做出气发孔 再钻一个孔 插入一根硬吸管 做出气管 取一段四厘米长的胶带 将其中的一端反捏一厘米 将另一端 捏在胶卷盒底部 使得反捏的部分 刚好盖住孔 这段胶带能自动开合 可做吸气阀 用同样的方法在另一个盒子上 捏上胶带 做出气阀 阀门就像红绿灯 只允许一个方向的流动 将盖子拧在胶卷盒上 持有20厘米长的旧自行车内胎 套在黑色胶卷外 内胎越紧 就能防止泄漏 现在将内胎的另一端 套在白色盒子外 现在用橡皮带 将一根吸管 跟气球扎牢 将吸管插入孔中 气棒就做好了 用双手挤压内胎 就能给气球冲气 用这个气棒 你甚至一只手 就能给气球冲气 要是把它放在水里 上下挤压内胎 就能够溅出大量的水 这个气棒能将水冲出15英尺远 就能够溅出大量的水